这个降压药物呢 目前我们最常用的五大类降压药物 在临床中不同的人群选择合适的一个配舞的方案 目的是我使我们的降压的效能达到最大 同时降低它的副反应 譬如说我们经常用聚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 或者我们ECM或者ARB 加上利药剂这样一个联合治疗 也是目的是为了减少它的这个副反应的发生 还有我们最常见的 我们用的盖着健康剂和我们的利药剂联用 也是为了减少我们盖着健康剂 引起的这个脚踝的水肿这样一个副反应 所以说不管哪一种配舞呢 都是为了使我们的联合治疗 都是为了使我们的降压效能达到最高 然后降低它的副反应 你要说哪一个药物绝对的安全 说实在话 试药三分多 没有绝对的安全 它有疗效就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副反应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